我们栏目持续报道了多个防盗反扒的节目 就是想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提个醒 这年终碎尾 梁尚君子们也进入了活跃期 那下面呢 我们就给您看一看啊 各地的铁路民警做的模拟演示 让您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丢的呢 实验一 骗你手机没商量 便宜民警告诉这个小伙子 自己的手机没电了 小伙子二话不说 就同意把自己的手机借给他 但条件是不能走远 最后民警以信号不好为由 将自己的包和手机交给小伙子看管 便拿着他的电话离开了 十多分钟后 在记者的提示下 小伙子才意识到自己的手机被骗了 你的手机呢 在哪儿呢 一哥们打电话去 想到他会把你的手机骗走吗 骗走 一般性说那些信号不好啊 要往外走啊 到外面去打的 那个就是大多数都是骗子了 实验二 安检仪也会吃行李 您知道在过安检仪时 也要加倍注意您行李的行踪吗 这位女孩把行李放在安检仪上 就匆忙走开 便宜民警把包拿走 他却一点都没有察觉 而类似情况 便宜民警得手了十几次 屡试不爽 实验三 趁你不备就拎包 这位老大爷目不转睛的盯着前方 便宜民警趁其不备迅速将他的包拿走 而五六分钟过去了 老大爷依然没有发现 您看这几种方式您自己是否也曾经经历过呢 在外务工的您辛苦了一年 就盼着能带着辛苦钱回家好好的过个年 这旅途当中啊 行李 钱包 手机 你可千万不要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 尽量的多提高反爬意识 提高警惕 咱们平平安安 高高兴兴的回家过年 先来说